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讲的《无量寿经》 听课的时候 我看 我们这边不管藏族人 汉族人 大家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每天的课最好不要断 嗯 已经有了开头 没有结尾也不行 或者偶尔听 偶尔不听 这样的态度也不是很好 我看到城市里面听课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多 现在好像这两天少了一些 但这个我理解 因为城市里面的人 有时候烦恼的 有时候事情多 有些人不重视 我们这边人刚开始可能少一点 也可能有越来越多 这也是可能寂静地方的一些原因吧 总而言之 大家听课应该在生命当中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听一两部法都是 我们不能究竟的话 那么长远的大乘菩提心 更无法实现的 所以除了特别无法改变的 有些事以外 希望大家不要认为 听也可以 不听也可以 虽然我认确实是这样的 可以说 但是我们所学的法 不能这样轻易地侵蚀 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 我们大家共同 我也自己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 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听 认认真真地讲 你们这几部法听课的时候 大家要值得重视 下面我们讲《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当中 现在正在讲我们通常说的 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的四十八愿 所以这个四十八愿 很多佛教徒不但是文字上很熟悉 而且经常发愿 念诵 这也是作为我们 希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来讲 生活当中是不可缺少 但同时我也想 我们作为学习大乘佛教的人 光念佛 光是自己求生净土 让旁边或者身边的一切事情 执若妄闻 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的确是发了大乘的殊胜菩提心 杀殊胜菩提心的话 我们有一种责任 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这个责任感是什么呢 一方面对所有的众生 暂时和究竟带来利益的妙法甘露 甘露妙法 我们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来加以弘扬 帮助有缘的众生 这方面作为学净土宗的人来讲 应该要更加努力 否则我有时候感觉到 佛教徒每一个人有一种好的知识之力 和不好的知识之力 好的知识之力是自己求生往生净土 不好的知识之力 这是我自己学 给别人根本不管 可能这种人不一定有 求生净土的那种愿大的理想 不一定有 但是自己斗向斗吞 有这样的感觉 这样我们的佛法 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弘扬开来 应该是昨天吧 昨天我看《凤凰卫视》的咨询台 这上面说 基督教现在在汉地 几年以来非常的兴盛 而广方通缉的话 大概教堂五万五千多 很多专家认为 这是非常保守的一个数字 很多专家他们的这种决定 应该八万数以上 这是已经注册登记 基本上是公开的 像汉地的话 有八万数以上 而且还有很多的 根本没有统计的 像这样的 所谓的家庭交通 那这样的话 可能占百分之二三十 这个文章当中说了 有一个地方的记者 问官方的一个领导 说你们这里有没有教堂啊 他说 基本上没有 他政府的大路旁边 有特别大的门牌 就是基督教会 他就指出这个门牌 说这个你看见没有 难道这个不是吗 他说 没有看见 然后那个人觉得有点奇怪 说 你怎么没有看见呢 他说 中央没有看见 我怎么能看见 他对他回答的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公开的新闻当中 这样说的 所以我也今年像南京大学 还有复旦大学 好多地方跟私下的一些 老师和学生了解的过程当中 很多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他们有组织的 有目标的 有各方面的计划安排的 那么在各所大学里面 一直在弘扬他们的宗教 弘扬他们的宗教 当然我们也不排斥 基督教在弘扬 毕竟是没有宗教的一些人类 和有宗教的话 绝对是有宗教很好的 这一点我们也清楚 但是反过来说 我们佛教徒的话 好多都是自己 在各自的位置上求生净土 自己是今生红生成就 希求红生成就 大多数的人真的是 对知识分子的群体当中 想把佛法这么好的智慧和悲心 弘扬的理念和想法 基本上都没有 甚至我们在各个地方 我今年也提倡大家 基督教在各个地方 他可以建立会所 可以建立教堂的话 我想我们的佛教 为什么不能建立 我们的法会 我们的中心 我们的寺院 根据去年中国佛教学会的 一些新的条例当中 各个城市里面 都是可以建立佛教居士令 可是我们的佛教徒 基本上没有争取 没有落实 所以觉得特别遗憾 不久的将来 整个可能好多的城市 被其他的一些宗教 或者西方的一些其他思想占据 在那个时候 佛教想插入的话 可能没有这个市场 所以这些问题 我希望很多人有能力 有智慧 有各方面的一些 应该比较成熟的思想和社会经验 那这样的话 我们对此莫不关系的话 恐怕是对众生 对佛法 对自己都是 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所以学习净土法门的人 不要天天拿着一个 大大的念珠 一直闭着眼睛 否则我们旁边所有的这些时空 全部被其他的思想已经占完了 在那个时候 你的念佛不一定也安心 最后你自己也是融会 旁边的团体当中 最后可能跟其他的一些组织一起 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默默地念几句 到了最后的时候 你这种意念都是没有的 我是担心这样的 再过五十年 再过二十年的时候 我们整个社会 变成了什么样的 有时候人类确实变得特别快 不管是从物质生活方面也好 还是今生领域变得特别快 在我短暂的人生当中 二三十年以前 人们的很多生活 言行举止 包括一些思想的动态 跟现在比较起来的确是 许多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都是我们人类 有些是认为的 有些是可能众生的功劣 还有一些自然规律的趋势 不管怎么样 大家应该值得重视 下面我们趋入真实的课题 讲什么今天 下面讲四十八元当中 第九个元 如我昨天前面 好像说是没有念是吧 国中有情 无他心知 乃知不知 以那有他百千佛陀 百千佛国土中 有情信心知 不取正觉 这个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讲的是 第九个大愿 第九个大愿主要讲的是得神通的大愿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 不获神通 自在波罗蜜多 欲一念群 不能超过 以那有他百千佛陀者 不取正觉 法处比丘当时在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 法四十八愿当中的第九个愿 也就是说 我现在发愿 将来成佛的时候 我国土当中的所有的有情 都应该具足神通等等 这种神变神通 如果任何部分的众生 不具足这样的神通 自在波罗蜜多 我就不愿意去佛国 而且什么样的神变 在一刹那间当中 而一群当中需要超过 以那有他千百万无数的刹土 刹土当中去听闻佛法也好 讲经说法也好 其他可能极乐世界的人 依靠神通到别的地方去 不像现在社会上的人一样 整天都是赚钱赚钱 早上起来也是钱钱钱 晚上睡觉也是钱钱钱 然后在钱当中睡觉 钱当中起来 钱当中走路 然后一会儿付钱 一会儿收钱 一直是在金钱的世界当中 极乐世界应该没有这样的 极乐世界也是不喜欢人民币 也不喜欢缅缘 所以钱给了业的话 他也用不上 没有用的地方 所以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些 那么意思就是说 一群当中 一刹那间当中 越过无数的世界 可以 可以前往各个的刹土当中去 实现身边利益众生 如果不能成就这样的神通 我不愿意获得佛果 但后来如愿一藏 法处比丘已经获得佛果 而极乐世界的确也是 圆满具足功德 因此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都具足神通 这个神通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神通的话 以前很多高僧大德也讲过 利益众生没有他心通 没有其他神通 那么他们生不起真正的信心 生不起真正的信心 《百业经》当中也说了 凡夫人特别耽著神通 我们平时也是看见一些人们 比较奇特的 比较稀有的一些特异功能 这些都是特别在乎 人们本身都是有这样的一些习气 所以说这些众生需要 这些净土有这个神通 我们《极乐愿文》当中也说了 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 上午到杨柳宫 菩达拉 还有其他的西方 东方 琉璃世界等等 就是前往各个清净的刹土 去面见如来听闻佛法 接受大乘的妙法 到了下午的时候 依靠各自的神变返回到极乐世界 返回到极乐世界 所以具足神通 也是对于极乐世界而言 也是他们的一种 怎么说 实际上是一种功德 真正的按照我们 俱舍论和中央论的教义 那么神通必须要依靠 第四个禅顶 我们不是说 一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第四禅顶 才能真正有神通 如果没有四禅顶 它的所有都是没有的 应该《大乘庄严经论》里面说是 第四禅顶 才无分别是 如所离方便 以此净诸通 诸通指的是神通 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神通 按照俱舍论等这些观点 必须要依靠一个非常清净的 远离八种果患的 第四禅顶的清净的心态上 才可以建立的 并且有无分别的智慧 它的主办以无分别来摄持 还有必须要具足 各种各样的方便门 这个方便门 一些《大乘论典》里面也讲了 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天儿童 在修的过程当中 要非常专注地听闻各种声音 他心通也非常专注地 观察别人的心态等等 这种神变 依靠一些其他的方便法 才能获得了神通 这种神通可以拥有世界 有时候看古人将来的确是 神通是不可思议的 我有时候感觉现在好像 神通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天儿童 以前越过大山 越过我们所设计的范围以外 根本听不到声音 但现在听电话 手机 尤其是一些无限的 实际上跟天儿童 没有很大的差别 天儿童当时不一定 拿着一块东西贴在耳朵上 这不一定 天眼童也基本上 比如说通过一些 包括我们现在讲课 越过很多的高山 江河 在这样以外的 包括太平洋 印度洋以外的地方 我听说他们都可以接受 我们现在现场 同步给大家讲课的事情 如果真的要想的话 在这里讲课 在美国 在欧洲可以接受 可以看得到 可以听得到 但是我们用分别念来想的话 你看 这个字间是那么遥远 如果美国听的话 我们在这里玩一分钟就可以 我现在这里七点 一分的时候 我在这里讲的时候 他们七点二分就完全接受 是不是啊 你们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 现在通过有些 比如说有谁开始 有好多这样的时候 感觉我们如果用得上 用得好多方面 可以共同积累 非常多的一些功德 所谓的神通 比如说有些用自己的身体 就是不接触地 像以前的布玛玛扎 西日桑 还有一些贝若扎那的传记的话 那么离地 多少吃 多少吃就可以飞行 相当于现在高科技的一些机器 古人看来 可能这是一种神通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车 人拿着一些车 然后什么马车 牛车 汽车 火车 电车 越来越进步 以后可能一连车 只要自己想一想 嗚嗚嗚就飞过去 从飞机的话 也是现在有好多的 各种自身机 军用机 还有好多的 比如说飞船 人在飞船 各种各样的 那么这些 虽然没有一刹那间 我这里一连的时候 马上到了美国 可能不是这样的 我这里就开始起飞 到那边以后 大概可能二十多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已经到达美国华盛顿机场 然后到日本东京机场 是吧 还有前一段时间 那个地震叫什么 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相似的一种神通 这是众生的工业 可以形成的 所以我有时候想 如果现在人们依靠分别念 依靠众生的一些工业 所形成的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以做出来的话 那么极乐世界有这么广大的因缘 众生所有这么多菩萨的 共同的善业形成的 种种的神变 并不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刚开始的确是 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 现在高科技的各种事情 无法想象的 他绝对不会相信的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享受 这样的人类现境的文明生活 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极乐世界许许多多的这些 并不是圣化 而确实是能实现的 不过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智慧并不是很开阔 没有很开放的话 不一定接纳 一般的愚者 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 在心里无法接纳 就像一个特别破的亲命当中 像食指如指不可能装满 就是装满 这也是众生自己的福分 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经常说 密法的根机也要观察 大乘佛教的根机也要观察 为什么 是不是密教徒不公平 他自己可能对个别人重视 对一些人不重视 不是这样的 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同 有些人密法的深深见解和深深行为 他根本不能接受 不但不接受 而且他会诽谤的 显宗也是这样的 包括极乐世界的很多 深深的道理 我们没有一定的智慧的话 的确也是没办法想象 一会儿产生怀疑 一会儿产生邪见 一会儿不管怎么样 凡事我不相信就排斥 我现在极个别的一些道友 家里的父母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反正我不行 不管怎么样 我不行 你的这一套 我不行 我不行 有些老徒子还是很难以调化的 他一直是这样 这是有公案的 具体的人物 不说他的名字而已 只不过是形象表演 这是神通神变 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 都是具有这样的神通神变 所以我们现在 不论是在大地也好 大海也好 空中也好 许许多多让我们 对不可思议的境界 能产生信心的一些因缘 随时都可以看到 当然如果你不讲理由 随便我们说往生极乐世界好 然后你就没有任何理由 说不好的话 这是你的事情 但是从说服你的理论 你说不出来 真的要否定他的 这样的理论 说不出来 下面就是说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 其余少分别我所想者 不取菩提 所以他这里第十个愿说 无有我执的大愿在极乐世界 也就是说 法处比丘当时发愿的时候 当我成佛的时候 我极乐世界的国土当中 所有的有情 所有的菩萨全部都断除了 我和我所的一切执著 一切执著的想 反过来说 如果有个别的有情 没有断除我和我所的执著 有众生想 有人想 有法的想 那这样的话 我不取正等觉的果位 当时发这样的愿 当然后来实现这样的大愿 所以在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菩萨也好 声闻也好 所有的这些菩提角落当中 没有一个是我和我所的 因为如果有了我和我所的话 那么他不能真正地 获得快乐 佛陀在《心地观经》里面也说了 世间所有诸恐怖 皆从我见我所生 若能断除我我所 一切恐怖无所以 若能断除我我所 一切恐怖无所以 所以世间当中所有的 恐怖 烦恼 痛苦 以及不平的这些现象 归根其地 全部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人们去耽著我和我所 如果我们通过智慧 来断除我和我所的话 那么所有这些世间的 痛苦 恐怖这些绝对是没有的 全部都当然无存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些 现在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首先破我执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娑婆世界当中 也是破人物 法物很重要 到了极乐世界 主要的工作 也是基本上这个时候没有了 可能刚开始往生的 有个别的友情 有一些细微的我所知 可能是有的 但是这个通过智慧 也会断除的 是这样讲的 知道了吗 《入中论》里面说是 慧见烦恼诸果患 皆从撒迦也见生 用智慧见到一切果患 全部是撒迦也见诵的 有了知是我毕竟 顾瑜伽失险破我 因为已经知道了 用智慧来见到 一切烦恼和果患 全部是撒迦也见而生 撒迦也见就是我和我所持 也叫做惧己慧见 我们知道是惧己慧见 也就是说我和我见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对境 我是执著的对境 所以所有的瑜伽失 先破我 从这方面下功夫 所以我们在《中观宝门论》当中 也是说了 先我乃至有云的执著 他有我执 有了我执的话 会造业 造业的话 开始殊胜 就是殊胜 因此我们在极乐世界 所有的这些我和我所持 所有的这些耽著都是没有的 如果有的话 那么当年 发出比丘发愿的时候 他不会取证据 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般在极乐世界 没有真正的 由我和我所持的凡夫 极乐世界眷属的 常住当中是没有的 然后庞庭省里面 刚开始在莲花宝里面可能有个别的 但这个有各种说法 我们分析分析也可以 它是庞庭省 不是真正的 因为阿弥陀佛的课 他不能听 他只是听一听 不能见 不用等级 也不用受极乐世界的纪律 比较放松 可以用手机 下面就是说 第十一个愿 第十一个愿就是说 不退转 意思是说 决定正觉 决定获得正觉果位 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当时法处比丘他也发愿 当我成佛的时候 在我国中的所有的有情 全部都是一定要 最后又再能不能说 在这个极乐世界 最后获得了正等觉的果位 而不能成为极乐世界以后 就像我们《圣文俱舍论》当中讲 多少个阿罗汉呢 其中有一些退逝的罗汉嘛 就像那样的 已经争得了这样的果位 但是后来已经退逝了 如果退逝的话 包括有些菩萨 我们在有些经典里面 菩萨的心已经退逝了 菩提心已经退逝了 我们讲《入生论》的时候也讲过 像这种现象不会有的 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一定要所有的这种有情 决定会成正等觉 获得了大乘最究竟的涅槃佛果 而不能 要么像《圣文缘觉》一样 中间入于一种极灭的顶 不去上去 不去争大涅槃的 幽默在修了一定的果位之后 最后从极乐世界 就像有些学校里面 被开除了 回来了一样 然后极乐世界里面 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因为犯了错误 回到人间 变成凡夫 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 而凡是到那里 全部都是必定会获得了 正觉的果位 如果不是这样 我不去正觉 所以他这里说 真正的正确是涅槃者 这个涅槃 佛经里面也讲了 灭了一切烦恼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真正的涅槃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那么算是暂时的一种极灭的果位 不算究竟的涅槃 所以他这里显然已经说 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人 那么应该是很快 获得了一地菩萨以上 在汉地的有些论典当中说 极乐世界有凡夫的 我看过以前凡僧同居图 在天台宗这边 有一些极乐世界的图当中 凡夫和僧人同居图 但这个意思实际上并不是 真正的一个自相的凡夫 只不过他开始造了一些失恶物理 这样之后待业往生 这个待业往生 藏传佛教的有些经义应该可以共同解释 我看《乐邦闻类》当中 讲了九品往生 然后下下品的时候说是 十恶无理 临终苦彼 然后交成十年 花开金色 造了十恶无理的这些人 在临终的时候感受各种痛苦 遇到了善知识 开导他 或者他自己能念佛 那么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先刚开始的时候 入于莲花宝当中 在莲芸当中 一直是这样的 但莲芸当中的世间有所不同 我们《极乐愿文》里面说是五百年 从五百年当中 虽然听到佛的声音 但是华一直不开 是这样讲的 然后我看到 在我们的《观经》里面 《观经》里面也讲了 下品往生和下上品往生 这些都讲了 这个时候 下下品讲的时候 就是说 在莲宝当中需要十二个劫 应该是十二个大劫吧 十二个大劫 十二个大劫 当最后莲花开的时候 那个菩提加勒相续当中 所有的罪业 像刚开始的时候 见到观音菩萨和大势志菩萨 然后见到阿弥陀佛 所有的罪业 全部都消尽 这样获得了欢喜地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 希望大家分析的时候 自己应该有一个助政 不然以前藏传佛教当中 像杜周仁波切 他《极乐世界》的一些分析当中 就是说是 极乐世界应该有凡夫者 而门凤仁波切和乔美仁波切等 包括我们法王如意宝 他说到了极乐世界 第一地菩萨以上 一地菩萨以上 实际上见到阿弥陀佛以后 应该有一地菩萨以上 而到了极乐世界的话 极乐世界他不会退转的 只不过暂时在莲花宝当中的时候 可能你可以成为凡夫 现在有些 比如说你凡神通俱的话 那么在莲花宝当中的这个时候 因为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也没有见到 大狮子也没有见到 观音菩萨也没有见到 他的有些业因为以前诽谤 以前生邪见 种种的因缘 暂时不能 最后一定会获得 凡是往生极乐世界 他不会退转的 只不过是在那里 暂时可能在莲花宝当中 以其他的身份能得到 因为观景的话 我觉得它好像流颂世纪吧 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 蒋尼加世吧 他翻译的 在我们这个藏文当中 都是没有找到 所以我想从观景和 乐邦文雷 还有一些汉地 另外有一个叫做 游行安乐道 好 里面也讲了九品往生 我就详细地看了一下 九品往生的整个过程 但是九品当中的 下下品往生 确实是在世间当中 造十恶无力的 这种业力非常深重的人 但他也可以往生 到了往生以后 他并没有说是一地菩萨 到了以后 马上一地菩萨都并没有说 但实际上这些大成就者们 究竟的密意应该是相同的 到了那里以后 应该不会退转的 原来那个圆银大师 他解释 就是恶意大师的《弥陀经》 集药的时候也说了 一生获得了佛果的 也讲了 但这样的话 基本上大智者们说法的方法不同而已 实际上全是不梦而合 应该承认 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 都不会有真正我们 世间当中那样的凡夫人 而这种凡夫也好 声闻也好 他不可能会退到世间当中来 因此到了极乐世界 他这里也讲了 阿弥陀佛的发愿里面 他是正大涅槃者 其实是不退转的 才叫做真正的涅槃 应该《大宝积经》里面也讲了 若知涅槃者以往无否退 若知了涅槃的话 不会退转的 四只大涅槃 最上深安乐 真正这样的涅槃 才算是大安乐 最深的安乐 也就是说我们获得了 最殊胜的果位 就像一地菩萨以上的 或者我们不退转的话 一般来讲 从名声上来讲 获得了加行道的时候 也可以叫不退转 一地菩萨的时候 也可以有一个不退转的 还有八地菩萨的时候 也有不退转的 但真正的轮回当中 不需要退转的 就是一地菩萨以上的 因此我们承认极乐世界的 真正的菩萨和声闻 一地菩萨以上的 暂时在那边的 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些 这么说 在莲花宝里面的这些 可能有各种情况 但是不管怎么样 莲花宝里面 它不可能有态度不好 最后出来的时候 还是返回到我们娑婆世界 不会有这样的 迟早都是他们 还是获得圣果的 是这样 可能这是我一些个人的 在这方面的有些想法 跟高僧大德们的一些金刚语 结合一起的话 我认为应该这样解释好一点 否则有些说是有凡夫和僧人 有些说是没有 好多 我以前也听过 极个别的一些著名的法师 他们也并没有特别决定的 说是有或者什么有 所以我们可能不同侧面来 应该解释 前辈高僧大德们的究竟密意 这是第十一个愿 第十二个愿要获得无量的光 就是这个意思 他这里说 我法处比丘之日 将来成佛的时候 应该就是 我的光是无量无边的 我们世界当中所有的菩萨的光 也是无量无边的 如果不能这样的 光是有限的 不能照到依纳犹他百千劫的刹土 有一定数目的刹土之间 阿弥陀佛也好 或者菩萨们的光有限的 不能照射 不能照射的话 那么我不取证据 他当时发的这个愿 但实际上 就刚才讲的一样 大愿已经成就了 这样的话 极乐世界所有的佛菩萨 他们有无量无边的光 其实佛陀的光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觉得 所谓的光除了遣除黑暗以外 什么能力都没有 不是这样的 佛陀的光有时候智悲的光 智悲的光 智悲的光 能力的光 以及对摄受众生的各种各样的光 包括一些《华严经》 还有其他大乘经典当中 对佛光的描述比较多 身体所发出的光芒 照耀无量无边 整个十方大千世界的 我们有时候祈祷佛陀 阿弥陀佛也好 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可能凡夫人的话 啊 是不是佛陀真的有光的话 就像太阳的光一样 嘟嘟 照射到我的头上 让我睡觉的时候 从窗户里面太阳的光出来 阿弥陀佛的光也是 一直射尽了 照射到我的心口当中 不一定是这样的 佛光的话 它范围是非常大的 因为佛的加持光 我们平时也有很多的光 我们如愿 其实很多的定义和概念 凭我们的物观来进行决定 这样决定是不一定合理的 比如说 上师的这种加持的光明 融入我的心的时候 我可能打开智慧 生起悲心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加持的光 在同样的道理 无量光的世界当中的确也是有 我们现在像太阳那样的光芒 在有关净土经论当中 极乐世界没有日月的 依靠佛光来可以照显 好像《大智度论》里面也说了 阿弥陀佛世界当中的菩萨 身处长光 照十万有讯 这是《大智度论》里面说的 阿弥陀佛的光 都是不用说 阿弥陀佛世界当中的菩萨的这些光 照出十万有讯 十万有讯 从这个侧面来讲 的确也是 世间光芒那样的光也是有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许许多多的各种光芒 因此如果极乐世界 没有这样的无量光的话 就不取正觉 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摄持了这样的清净刹土 行持了这样的刹土 所以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会有无量无边的光芒 是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讲的十三个大愿 若我成佛数量有限乃至 举之哪有他百千极数 算数皆者不取菩提 然后在这里说 我成佛的时候 我的数量 寿命限制无量 无量无边的 如果我的数量就像世间 蓝赞部主的人一样 人数百岁 人数一千岁 人数一万岁 那这样有数量乃至 举之哪有他百千戒的数目 那这样我不取正觉 其实在这里有些数目 有限定的一些数目吧 不一定真的是有多少多少个戒 不然《极乐愿文》当中也是有些数目是有限制的 那么这个说 阿弥陀佛也是无量数 我们平时也是讲无量数 无量数的原因 他的宿命远道 不可思议 汉地好像一个叫做安乐吉 里面也说了 如生阿弥陀佛净土国土 宿命长远不可思议 已经说了 他的宿命长得不可思议了 那活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收集经》 里面也说了 说是阿弥陀佛寿命的数量 百千一劫 说是百千一劫 这样我们的确按照人的 一种阿拉伯寿的计算 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如果转生到那里 让他的宿命有限的话 不要去成佛 但现在已经形成了 这样的清净刹土 所以往生到那里的数量 也是不可显说的 这也是我们人类 最需要追求的 我们都特别害怕 没有活到一百岁的时候死了 活到一百岁的时候 自己可能想住也是没办法 包括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整个精神特别的水泰 这样在娑婆世界 寿命也有短 烦恼又多 间接也恶浊 为什么当时释迦牟尼佛 无助恶受的众生去设施呢 也是他的一种不共的亲身 阿弥陀佛 在有些大德讲经的时候也说 阿弥陀佛 首先都是非常聪明 他就接受这些眷属的素质 各方面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些众生 摄受也是很容易的 他的很多大愿 自然而然形成的 到了极乐世界基本上是不需要 天天都是拿到鞭子来 开始教管他们 我们娑婆世界 综合素质特别低 所以所有的凡夫众生 还是很可怜的 到了极乐世界确实是 一个个都好看 寿命也长 吃的穿的也是不用臭 所以真的是诸佛菩萨发愿的方法都是不相同的 很多上师们摄受的弟子也是不相同的 包括藏地有些佛学院和有些堪布 他下面讲经说法的这些格西 堪布 一个个都有变财 寺院的环境 财富 各方面非常不错的 有些到了偏僻的地方 真的是到另一个世界一样的 所以明显地感觉到 每个上师的发愿 眷属的福报是不相同的 我们不能说释迦牟尼佛没有福报 但是确实是他的五百大愿 他特意的 我们末法时代的 这些可怜的 素质特别低劣的 这些众生唯有释迦牟尼佛 他敢去摄持 你看一千个佛 一个个都选择清净的刹土 后来释迦牟尼佛摄受 诸实的众生 其他都没有 十三元已经讲完了 现在是十四 欲以百千岁 尽其知算也不能知 若有知者不取证据 我成佛的时候 国中的声闻 无量无边 不要有他的固定的数目 如果他的数目 假设说三千大千世界的 所有的众生变成缘觉 他那个几咒缘觉 好像抗议当中 也是吸尘缘觉 可能藏文当中 也是都变成缘觉 不然有情也在受 可能不是很好的 所以吸尘缘觉 可能好一点 但菩提牛执的 疑问都是我不敢改 只不过是 括号里面加一个吸尘 我们缘咒最好还是 尊重原来的咒者 不过藏文和抗议里面 都这样说的话 意思也这样说得通 意思就是说 他的声闻缘觉 是不可思考量的 三千大千世界的 所有的有情变成缘觉 他们在百千万的水当中 进行算 拿着一个计算机 一直算 但是如果能算清楚 我不要成就 意思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确是 有无量无边的阿罗汉 这种阿罗汉 我们原来也讲过 不退转的声闻 《弥陀经》当中也是讲了 极乐国土当中的众生者 皆是阿毕巴之不退转的 其中多有一身不足 好多都是 大多数都是一身成佛的 像弥勒菩萨那样的 凡是极乐世界所有的这些 全部都是不退转者 应该这样的 而且这些也是无量无边的 没办法算数的 你看所有的众生变成缘觉来进行算 还是算不清楚的 如果能算清不要成佛 所以我们知道极乐世界的确是 这种圣者的量是无法衡量的 第十五个愿 第十五个愿 若我成佛国中有情数量有先起者 不去菩提 为处远离而殊胜者 说我成佛的时候 国中所有的有情 他的数量无边的 活着的 不能中间比如说要折了 或者年轻的时候圆寂了 或者中间某某情况 实现涅槃了 不会有这样的 如果有这样的 寿命不能达到究竟 这种的话 他不取正觉的 那么除了有一些特殊的愿力 可能菩萨中间实现生病 生病都是没有的 但实现 极乐世界不像我们一样 天天都是开救护车 然后到数数台上 今天要加持加持 我要开导了 今天要加持要死了 得哀症了 得绝症了 家人也哭 不会有这样的 所以特殊的有些殊胜者 因为有某种刹土的众生 需要由某某菩萨 来特意的摄持 度化的话 那么应该是有这样的 就像我们现在娑婆世界 就像《正阿含经》里面讲的一样 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摧毁的 人的数量只不过是一百左右 《阿含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但是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 他愿意诸实一戒 百戒 千戒乃至一亿个戒 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说 发愿的时候说 往生极乐世界的诸实念 无数无边的 除非有特殊利益众生的情况 那么可能会到其他的刹土去殊胜 除此之外 要获无量的水 所以很多人特别重视长命 长命百岁 健康这样的 那这样真的是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 最长寿的 最无量无边的时日当中 都可以住在这个世界 而且这种住世 不会有一些烦恼和痛苦 厌烦 不会有 极乐世界的菩萨他利益众生的一切事业 自然而然可以形成的 而住多少年也是 就像天界一样快乐 但是这种快乐 不是在放逸当中度过的 的确我们在这个世界 就像蚂蚁一样的 我们的智慧还是有限的 如果你深入境障 广闻薄学 真正佛陀的一些奥义和 诸前辈大德们的这些教言 结合起来的话 我们都知道 虽然在非常广大的宇宙当中 我们的生命是极其渺小的 但是我们要争取 将来确实要前往这样非常清净的 有功德的极乐世界 我们即生当中遇到这样的法门 也非常地欢喜 一定要实施法大愿 今天讲到这里 明镜需要一下e美与美丽忠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